菲律宾官员说席卷菲律宾北部的热带风暴凯撒那 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0人 另外还有32人失踪 星期一救援和救灾工作仍在继续 热带风暴凯撒那在短短12个小时之内 在首都马尼拉和20多个其他省份的降雨量 相当于该地区将近一个月的降雨量 有关官员表示 星期六的风暴迫使30多万人流离失所 成千上万的人被转移到学校教堂 以及其他临时避难地点 暴雨冲走了大批的房屋 马尼拉附近有几百辆汽车被困在洪水中 星期天下午仍然有一些居民被困在屋顶 紧急救援工作人员救出了一些 彻夜在雨中等待营救的幸存者